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書 叫做有錢人想的和理不一樣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第一感覺是被人挑機的感覺 還是我想好像變成這樣 究竟怎樣可以換一個有錢人的腦袋? 這個第一感受和我們的金錢觀有關 我覺得這本書並不是那些雞湯文 也不是那些放了很多的調味品 言過其實的暢宵書 我覺得它是很平實、很實在的跟你說 如果我們想改變我們的生活 我們有什麼觀念是應該改變的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本書 叫做《如何閱讀一本書》 這本書教我們看每一本書之前 應該去看看他的目錄 單單看他的目錄 我覺得這本書你會對他有興趣 首先作者簡介了他自己 就是憑什麼他有資格寫這本書 稍後我也會分享一下他的人生經歷 他自己也是一個出自草根階層的人 創業了十幾次都不成功 但他仍然在創業 介紹他自己之後 整本書分了兩篇 第一篇是《你的財富藍圖》 第二篇是《有錢人和窮人不一樣的十七種思考方式和行為》 這本書的目錄已經很精彩了 所以我們會用兩至三分鐘的時間 一起去閱讀一下他的目錄 有錢人和窮人第一個思考方式和行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有錢人相信我創造我的人生 而窮人是相信人生發生在我身上 第二有錢人玩大富翁是為了贏 而窮人玩大富翁是為了不好輸 第三 有錢人努力令到自己有錢 窮人一直想要變得有錢 四 有錢人想的東西很大 窮人想的東西很小 五 有錢人專注於機會 窮人專注於障礙 六 有錢人欣賞其他有錢人和成功人士 窮人討厭有錢人和成功人士 七 有錢人和積極的成功人士交往 窮人和消極的人和不成功的人交往 八 有錢人樂意宣傳自己和自己的價值觀 窮人將推銷和宣傳當成是不好的事情 九 有錢人大於他們的問題 窮人少於他們的問題 十 有錢人是很好的接受者 而窮人是很差的接受者 十 有錢人選擇根據結果去拿取酬勞 窮人選擇根據時間去拿取酬勞 十 有錢人會想怎樣才可以兩個都要 而窮人在想怎樣二選一 十 有錢人專注於自己的價值 窮人專注於自己的工作收入 十 有錢人很懂管理他們的錢 窮人很懂搞不見自己的錢 十 十五 有錢人使錢幫他們辛苦地工作 窮人辛苦工作賺錢 十六 有錢人就算恐懼也會採取行動 而窮人就會被恐懼擋住他們的行動 十七 有錢人持續學習成長 窮人認為他們已經知道一切 很少見到一本書單憑他的目錄 就已經是把整本書要說的東西都說出來 整本書的脈絡就是圍繞剛才的十七點的中心思想去展開 今首我會選一些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之所以要推薦這本書給大家 是因為他不是那些圍繞東西 不是說教你用吸引力法則賺錢的朋友 也不是像羅伯特清奇那一系列的書 充斥著濃厚的營銷的味道 其實我們要改變現在的現行 我們真的要在腦中拿一些功夫 我形容這種轉變 就如同是做一個大腦切除和更換的外科手術 就如同當初我因為貪錢而去接觸吸引力法則 再到現在我是真的正在應用吸引力法則一樣 這種思想上的轉變並不是說 你看完一本書之後你就會學會的 它是真的經歷過很多的事情 才會變成現在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用半個過來人的方式 去跟大家說什麼吸引力法則 當然這本書並不是在這個範疇中說的 如果你想看類似吸引力法則之類的那種財富類的書 還有一本書叫做《思考自負》 我稍後有時間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我本書比較適合喜歡看和吸引力法則有關的朋友去閱讀 而這本書整體來說會比較平實一點 而且也沒有那麼離地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的作者 我平時說這本書我都習慣性地很快地去講重點 但這本書我們有必要認真地去了解一下它的作者 因為當我們了解過這個作者的經歷之後 我們就可以更加之好地理解這本書的內容 以及更加之信服它裡面所說的內容 因為它所說的這些東西它全部都經歷過 我們去看一個由草根變成現在已經有錢的人 他們究竟是怎樣思考 好過去看一個有錢人居高臨下說的東西 因為前者的可複製性絕對要比後者要強 這本書的作者叫做Halb Acker 他自己現在有一間叫做巔峰潛能訓練公司 他在多倫多長大的 自小就很窮了家裡 十三歲就出來打工 曾經做過送報紙、賣雪條、擺地攤 還走到海邊賣太陽油 後來他就考了入若克大學 但讀了一年書之後 他就決定休學全身心地去想怎樣賺錢 他找了很多份工,然後換了很多份工 甚至乎還想創業自己做老闆 但創業創了十幾次都不成功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如果你創業創了十幾次都不成功的話 你還會不會繼續堅持去做這件事呢? 我們由這一系列的事件就可以看得出 究竟這個作者是有多想有錢 一個這麼有毅力的人 他所寫的書一定不是那些假大空贏 我為什麼說這本書不是一本離地的書 就是這樣的原因 如何閱讀一本書中教我們 看一本書的時候一定要去看看這個作者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這個理念跟我們之前說 我們怎樣去看一間公司其實是類似的 我們去看一間公司的創始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們大致上就可以知道這間公司的未來發展會如何 我們由Halb Acker的一些人生經歷 所以判斷他所寫的這些內容都是很實用的東西 都是他在這麼多年來總結出來的經驗 他不單只是體驗到這些東西 而且他還要真正地做到這些東西 幾經辛苦 Halb Acker終於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開了一間體育用品公司 還開了十多間分店 後來他將自己的公司賣給一間Global 500公司 當然賺了一大筆錢 大家可能想從此之後 他就和白雪公主一起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但只是過了短短的兩年時間 他就因為自己的一系列的錯誤投資和大肆揮霍 將所有的錢全部都敗 這本書就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時候寫出來的 你想想這件事對他的打擊有多大 他從小到大就是很渴望究竟怎樣成為一個有錢人 終於變成一個有錢人 但竟然一波清袋 他好像反思自己的一些金錢觀 他發現自己在思想上還未準備好 又或者說並沒有作出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就算他在偶然的機會之下賺到錢 他都沒辦法將錢留在自己身邊 他發現如果他不改變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對金錢的看法、用錢的方法 這種情況一定會重度覆轍 哪怕他再一次東山再起 亦都會再一次陷入這種低谷 這個觀念和我之前跟大家說的是一樣的 我不是看不起那些賣六合彩贏錢的人 又或者是那些明星賺了一筆錢 然後他們就會到處投資 我並不是看不起那些能夠快速累積財富的人 因為運氣和際遇本身就是一種技能 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不具備去管理金錢和和金錢相處的能力的話 那我們就會在很快的時間裡面失去這些錢 因為金錢的智商是需要學習的 他並不會因為你的一夜暴富而馬上哭了聲增長起來 就如同我前幾集所說的 一個哲學博士又或者一個科學家 他智商的確是高 他看這個世界的方式的確是不一樣的 但可能他的金錢觀比你還差 我們很多時候跳脫不出自己的人生的框架 除了制遇的原因、運氣的原因之外 很多時候是跟我們的思維有關的 又或者是跟我們內在的動力有關的 我單純要去解決我自己內心的那種匮乏的心態 我都不只用了七年的時間 在我學級的法則的時候 我便知道原來我這些觀念是匮乏感的 由我發現到他到我基本上可以撕掉這件事 大謊話話都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時間 同樣地這些財富的觀念 這些對金錢的看法其實是很根深替故的 絕大部分人的金錢觀都是繼承於他們的父母 所以為何這種階層的跳脫會這麼難 就是源自於我們在思想上輸了起跑線 我之前說過我們並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父母 假如我們不是含著金鎖匙出生的 我們便必須用一段很長的時間 去把自己的大腦和思維 改造去到某一個含著金鎖匙的人出生的時候 所站的那條起跑線 因為現在我們可能來的起跑線還很遠 我們要在思想上ready好 你才可以重新出發 人家幸好一出生他們的家庭 無論是教育和環境 就可以教到很多所謂的婦人思維給他們 起碼毀佛這件事 在這班小朋友 這班含著金鎖匙出生的小朋友身上 是不存在的 他們怎會有毀佛感呢 你想想想 他們怎會看著一件玩具不捨得買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童年看著一件玩具 沒有不捨得買的這種感受 所以去到大了的時候 他們亦都不會認為 賺錢是一件難的事 而我們要修復的一點就是 我們要消除自己在童年的時候 買不起玩具的這種情感 令到我們都可以擁有 賺錢是一件容易的事的這種觀念 這個過程是要很久的 你認識到是並不夠的 你不單止令到你的口中所說的東西 跟有錢人一樣 你同一時間也要令到你的心真的這樣想 而令到你的心真的這樣想 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 因為這些觀念 我們源自於父母的這種財富觀 是直跟在我們的內在 直跟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當我們內在的動力改變了 我們的這種思想就會指導我們的行為 而這種行為的轉變就會令到我們 在現實的世界裡面 產生新的結果 財富就是這樣累積回來的 剛才我們在目錄裡面說過一個point 就是說有錢人努力地令到自己有錢 而窮人一直想要變得有錢 嘩這一句說話簡直是一語重的 往往只有窮人才會想著不勞而獲 我並不是說你一定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很辛苦才賺到錢 而窮人根本上是沒有想過他要付出些什麼 然後他就想一夜報復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日常的行為是做些什麼呢 炒股 買六合彩 賭馬 買倫敦金 買雷曼債 是不是 而真正叫你去動一下腦 去想一下究竟是做些什麼行業 學些什麼新的技能 令到自己更加有價值 是不想的 我們自己檢視一下我們身邊的人 他們是不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你意識到其實你已經在一群人之中清醒了 當你在廣告裡面看到那些教你一夜報復的課程 教你怎樣去賺錢的課程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是會被那種話術所勾引到 你是不是想一夜報復啊 喂 香港人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我一個月可以給六位數收入你 你會怎樣啊 我會關掉廣告他 你基本上不會再被這些魚餌影響到或者勾引到 你會很明白一個道理 賺錢這件事並不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做到的 你是真的要做好思想和心理上的準備之後 再腳踏實地去做才可以做到的 而且教你怎樣賺錢的人的動機是很可疑的 我的客人實在太多了 我要分些客人給你 因為我的團隊做不完 每天都有很多人離婚 我想資深都資深不完 所以我現在要教你啊 看這些成長類的書 教你怎樣賺錢的書 最忌諱就是墮入這樣的圈套裡面 如果你的心態是想著一夜報復 想著變有錢的 其實你內在的動力是什麼呢 是貪婪和愧佛 是不是 貪婪和愧佛會吸引什麼回來呢 只可以吸引到貪婪和愧佛回來 你是不可能可以有真實的變化 反而還會令你自己陷入一個泥潭和困境裡面 好了來到這裡已經用了大半的時間去說廢話了 不過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們都說 最喜歡聽我說的就是我說的廢話 我們首先說說金錢藍圖 這個部分裡面有一個很核心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語言 我們要認真一回想一下 我們家裡教給我們的金錢觀裡面 究竟對於錢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覺得錢是萬惡的呢 還是它是一件好的東西呢 我們的父母曾經跟我們說過 有關於金錢的語言是什麼呢 他們對金錢有什麼看法呢 例如你有沒有聽過他們跟你說 創業是很大風險的 安安穩穩打一份工就好 心不要那麼大 哎呀要省一點兒子 做人不可以那麼大花灑的 爹地媽媽讚此好辛苦的 無論爹地媽媽跟我們說的是什麼 我們認真地去檢視一次 或者你再觀察一下 他們對金錢的看法是什麼 你再看看你自己 平時跟其他人 討論跟金錢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你的語言是什麼呢 當你了解你自己對金錢的看法 你就大致上可以判斷到 你現在的生活水平 兩者應該是match的 所謂的金錢藍圖 就是我們對金錢的態度 我們對金錢的態度也都會在實質上 影響我們對人生的態度 作者的書裡面講了一個例子 就是跟他老婆有關的 他老婆在小時候 有一件事深深地影響了他的財富觀 話說他老婆在小時候 每次看到在街上有雪糕車 就會跟媽媽說 媽媽要吃雪糕 媽媽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媽媽沒有錢 你要吃雪糕 就要問爸爸才行 爸爸才有錢 所以作者的老婆 每次都問他爸爸拿錢 然後很開心地買雪糕 就是這樣 年負一年 日負一日 這個過程就深深地藉在他心裡 他有一個根深替故的信念 就是男人才有錢 丈夫一定要拿錢回家 女人沒有錢 就算有錢 他們都會花光 就好像他媽媽一樣 金錢意味著立即享受 就好像買雪糕一樣 一有錢 就應該用在一些短期的享樂 不需要想長遠的東西 你想想一件這麼小的事件 就可以影響到一個小朋友 長大之後 一個根深替故的金錢觀 這些金錢觀 令到作者和他老婆 差點搞到要離婚 書裡面講了一個方法 教我們怎樣 去改變我們在父母身上 繼承的這種金錢觀 具體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覺察 想一想父母處理金錢的方式 和習慣是怎樣的 我們有哪一個部分 跟他們是完全一樣的 哪一些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二個步驟就是理解 了解以上的那些 對父母的金錢觀的模仿 對我們的行為 有怎樣程度的影響 導致我們做了一些怎樣的決定 第三個部分就是 劃清界線 明白父母的這些金錢觀 並不代表我們 我們有能力可以轉變 第四點就是提出宣言 要大聲地說 我所模仿的金錢觀 是源自於我的父母 我現在要建立自己的方式 就像剛才的例子 如果在我們的原生家庭裏面 我們父母的金錢觀是保守的 創甚麼業 你懂甚麼 按按穩穩打份工 腳踏實地些 那你的人生很大程度上 都是會複製我們父母的金錢觀 可能都是會安安穩穩地找一份工 聰明一點就會成為專業人士 沒那麼聰明的 那便在公司裏面做個office boy 我們的金錢觀除了影響我們的事業之外 也會影響我們的愛情 影響我們去選甚麼朋友 如果我們的父母以前曾經被騙過錢 可能她從小便會教你甚麼人都信不過 兩夫妻都是這樣說的 女人最重要的是甚麼 最重要的是錢 如果生了兒子就說 你和你老婆一定要有婚前協議 不要按摩摩摩 甚麼都給他老婆甚麼都亂名 是不是會影響你的感情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把金錢觀 和人生觀畫成一個等號 我們在我們的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之間 就形成了主宰著你潛意識的人生觀 所以我們要去改變的時候才是這麼困難 其實宗教觀是一樣的 如果你家裏是有一些宗教背景的 我叫你去信其他或者叫你不信他 其實是跨越了一條很大的洪溝 所以我們真正成熟的話 我們要成為一個成熟的人 我們是要在這些方面 和我們的原生家庭做一個切割的 我們不只是要畫出一條邊界 不只是要放棄一些我們父母繼承給我們的議題 不只是接納或者釋懷那麼簡單 我們還要和這些觀念去做一個明確的切割 我尊重我父母他們的人生觀 他們的金錢觀 他們的價值觀 但是我有這樣的能力去擁有自己的金錢觀 和人生觀 我可以擁有我自己的感情 我自己的愛情關係 我的友情關係 我不需要去重複 我即是強制複製我父母的道路 意識到這一點是第一步 你真正要去改變你整個體系的想法 是一件很難的事 和需要時間的事情 所以我先來跟大家說 市面上那些教會 說自己是甚麼吸引力法則大師 教你去馬上可以用吸引力法則 我不可以說他們是騙子 但我只可以說有些言過其實 因為吸引力法則不是兩日學得懂的東西 而具體教你每一步怎樣做也都沒有用 教你怎樣許願怎樣去發願望清單 沒有用 這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最有用的東西就是你內在的那種改變 如同我前面那幾集所說的 你的內在是豐盛到滿捨的 你的愛是源自於你自己的內在的 你是愛多到可以愛其他人的 那你這條路自然就豐盛了 你想不豐盛都不行 那些東西的機會就不斷湧過來 我跟你說這件事才是吸引力法則 如果不是你學那些 我發甚麼願意 大佬 許甚麼願望清單 你使用天花龍鳳貼得整個屋都是 剪了一張圖下來 天天在幻想、冥想、體驗自己 已經駕著豪車、過著幸福的生活 你改變不了 你的內在真實的你都不是這樣 那你改變表面的東西 哪有用呢 你不是一句話說出來像是豐盛 你是要真是豐盛 你才可以說到一些豐盛的說話出來 這才是吸引力法則的精髓 所以你問我吸引力法則 究竟怎樣可以成功呢 成功的時候 你覺得不需要它的時候 它就成功了 你想想你不需要吸引力法則 就意味著你都不再發淺寒了 你的內心都不再匱乏了 你的內心已經封城了 那你要它來做甚麼呢 自然就來了 吸引力法則令到我叮一聲的一件事 就是甚麼呢 曾經有一個人說過 如果你足夠相信 你現在打開門 就可以見到有一袋錢在那裏 那袋錢就會在那裏 但你發現你打開的時候 那袋錢不在那裏 意味著你不夠相信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那個AHA moment 真的令到我叮一聲 是我們的內在才起到真正的作用 搞甚麼花神花拳秀腿 沒有意義 有時有些朋友叫我 不如你開個課程講吸引力法則 我開不了 我自問我沒辦法 在21日、7日、2日 教會吸引力法則 你不經歷過我經歷的事情 你就想學會吸引力法則 收皮吧 除非你本身含著金鑰匙出生 你根本上就沒有那麼多 匱乏的動力在那裏 賺錢有錢對於你來說 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那你怎樣需要去學吸引力法則呢 你每天都在實踐吸引力法則 你有沒有見過哪個家裏有錢的人 學吸引力法則呢 沒有人學的嘛 是中產、草根才學的嘛 是不是呀 你不是發展行 怎會想去學吸引力法則呢 我就是因為發展行 學吸引力法則 然後學到扣了街 現在我終於領悟到吸引力法則 原來是這樣 那你說我多不多謝他呢 我也多謝他的 令到我體驗到那麼多東西 但一萬步說 你不像我這樣扣了街 你根本上是體驗不到這件事的 所以你學吧 儘管去扣街 扣得越硬 你學得越快 不扣街你想學識我就不相信的 除非你催眠了你自己 或者你被那些導師催眠了你 自從我有了這個體會之後 我發現我家裏面 所有關於吸引力法則的書 全部可以調掉 尤其是最初secret的那套書 那套書呢 真的 你跟著他學 只會學到自己 變成一個貪婪的人 然後就會墮入一個貪婪的泥騰裡面 好像我一樣 不過如果你說 學級法則一定要經歷過這個過程 那他都對的 他就令到你經歷 扣街的第一步 secret那套書 會不會被人告誹謗 我這樣說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你要學級法則一定要搞定你的原生家庭 然後再平衡好你的情緒 然後你才可以靜低心來學級法則 不是一個普通的人可以在你煩躁的內心 和繞弱的周邊的環境之內學到的 如果你的心都不靜的 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態的 那學級法則只會是你的噩夢 不好意思我有離題了 我繼續說回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這本書的內容 這本《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其實都是我比較早期看的一本書 所以我才說它是一本倉底貨 因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這本書 我重新去再看它 我就發現原來我整個人真的改變了很多 我剛才和你們讀的那十七個觀念 我可能已經做到十四至十五個了 可能還有一些部分是未夠徹底的 但我基本上都已經變成這樣的思考方式了 所以現在我的生活和我以前不一樣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們怎樣去快速檢視 我們究竟有些什麼語言 有些什麼根深替故的金錢觀是需要改變的呢 我們就去觀察一下自己日常 和別人說話 談論到金錢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怎樣的 你一定要保持警覺 你就知道你自己其實究竟是由心去欣賞富人 有錢人 還是你眼紅他們想看他們怎樣PK 看他們怎樣仆街 你要很細心地問一下自己真實的感受 還有當你再聽到父母談論金錢的時候 你現在的感受是怎樣呢 有沒有變化呢 仍然是這麼認同他們呢 還是你已經不同了呢 你身邊的同事討論金錢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看呢 這些都是你可以去檢視自己現在的狀態的一個情況 其實有時候我看大家的留言 我大概可以判斷到大家內心的那種狀態是什麼 當然我不是說反對我說的話的人一定是錯的 我只可以說反對我某一些觀點的人 其實在那個議題上面 我認為他是未了解到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所以他就會下意識地想去反駁一件事 你對這個議題是能夠觸動到你的 這種觸動有可能是正向的 亦有可能是負向的 我們就要去想一下 為什麼我聽完這句話會這麼激氣 我會想反駁這個人 為什麼我聽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這麼BYE呢 這兩件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來的 我們越是想反駁的部分 就越是我們想回避或者我們沒有的部分 這件事我們是要冷靜和客觀地去看的 就像在第一集我討論善良 如果你看完聽完我這一集 如果你想勸我善良一點 那我想你應該是未理解到我所說的意思是什麼 又或者看完這一集 你還想叫我具體說一下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你馬上賺到錢的話 那我覺得你也是未理解到我想跟你說的東西 用什麼方法賺錢不是重點來的 重點就是 如果你改變了你內在的那種動力模式的話 其實無論你向哪個方向發展 你在做什麼事 他都可以為你賺到錢 就是這麼簡單 我都說了 沒有人會這麼愚蠢告訴你 做這件事是一定賺錢的 如果有人跟你這樣說 他一定是想在你身上賺錢 是不是 我為什麼不自己賺光它 我為什麼要分一杯羹給你 你哪位 跟你很熟 有沒有想一下這個動機 當你想吃那條魚餌的時候 太多客人了 我的團隊照顧不完 我想分給你 你真是低能才相信 這句說話 立即你認真地想一下 是不是 我就算有條絕世好橋 我都先告訴我親戚 告訴我朋友 什麼時候輪到你 你哪位 所以你看具體 怎樣教你賺錢的頻道 或者是去報課程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去學的是那個人怎樣想 一個所謂的有錢人的思考方式是怎樣 他是怎樣由零去到一 怎樣改變了自己 怎樣逆襲他的人生 我覺得這些東西 才是你要關注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就看第二個部分 我們一起再回顧一次 有錢人和窮人的思維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 有錢人相信我創造我的人生 窮人相信人生發生在我的身上 這條法則其實是跟你說 窮人都是有那些受害者情結 在這一節裏有一句說話很觸動到我 他就說天下並沒有所謂的有錢的受害者 這回事 當我們抱怨身邊的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將更加多的仆佳的東西 吸引到我們的生活之中 假如我們不再去想著那些 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仆佳事 並且停止將它們吸引過來 你將會很驚訝 為何你的人生可以變得這麼好 我不敢說現在在我的生活中 一點仆佳的東西都沒有 每天還有很多仆佳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但我現在面對這些事情的心態 和以前很不一樣 我現在就是去觀察它 以及讓它自然地流過 我並不會允許一些仆佳的東西 留在我的生命之中太長時間 又是傑丹麥肯立的 他本書裡有一句說話很觸動到我 他就說我們目前遇到的這件事 其實只不過是我們人生之中的其中一塊砌圖 這塊砌圖可能看起來很恐怖 很黑漆漆 很骯髒 很骯髒 但是你其實只拿著一塊砌圖 你怎知道這塊砌圖是要放在哪裡 還有當你見到全局的時候 見到整張完整的砌圖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高興 你不會覺得開心 這些黑色可能是那張砌圖裡面 一對明亮的雙眼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恐懼你手上拿著的黑暗 那你又怎會見到整張砌圖 那一隻這麼漂亮的眼睛 所以現在無論我遇到什麼 我都會把它當成是一塊砌圖 無論它好還是不好 我都不要緊 我都只是想看看它未來究竟會砌什麼出來 它想讓我看到什麼 這個過程就是我所說的神伏 神伏不是逆來順受 而是你在等待生命的起伏 想告訴你一件什麼事 你就是全身心去期待 它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就可以了 我相信這個認識其實是不難的 但要做到真的不容易 不過就是這種不抱怨的心態 以及不墮入一些悲傷事件的心態 令到我現在吸引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正向的 或許不要說全部 我現在吸引到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正向的 我們是要找回我們和金錢之間的關係 我們的財富都是在我們手上創造出來的 沒有人特別針對你 那天也並沒有針對你 針對你的人是你自己內在的信念 是你繼承你爸爸媽媽的那種金錢觀作水 財富是你創造的 貧窮也是你創造的 貧窮也是你創造的 但乎於貧窮和富有之間的所有狀態 都是我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 真是說得很好 作者給你一個建議 如果下一次你責怪其他人 找理由或者抱怨 說這個世界不公平的時候 那你就用一隻拇指在喉嚨畫一下 就像要割斷喉嚨一樣 用來提醒自己 我們這樣說這樣想 正在斷送自負的機會 你願不願意嘗試一下這個做法? OK 我們看看第二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就是 有錢人玩金錢遊戲是為了贏 而窮人玩金錢遊戲就是為了不好說 如果你的目標就是為了覺得舒服就算 那你很可能永遠都不會有錢 但如果你的目標就是要賺大錢 那你很有可能以後會舒服到不得了 所以作者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想有錢的話 你的目標是必須要變成有錢人 而不是有足夠的錢可以找到這張單 也不是只夠過足夠的生活就可以了 有錢的意思就是要有錢 作者建議你怎樣做呢? 寫下兩個財務目標 這個目標可以令到你過上一種富裕的生活 而不是過一種簡單平庸或貧窮的生活 寫下一個就是你的年收入 一個就是扣除你的生活所需之後 可以剩下多少錢 第三個原則就是 有錢人努力令到自己有錢 窮人一直想變得有錢 大部分人沒有辦法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 真心真意想創造財富 那你很可能創造不了多少財富 也不要想起一夜暴富的事 去想一下怎樣可以做一些實際的事 達成到目標 第四條法則就是 有錢的人將事情想到很大 窮人想到很小 這個章子裡面就是 你的收入和市場認為你所產出的價值成正比 每一個方式去表達就是 你實際上服務了多少人 又或者你影響了多少人 如果你只是想服務幾個人 就像我一樣 如果我講這些知識 我只是想服務我以前公司裡面 那個trading room裡面那二三十個人 那我有什麼可能可以賺到大錢呢? 而現在我做podcast 每天都接觸成千上萬的人 他絕對要比以前我接觸到的那三十個人 有更大的賺錢空間和潛力 是不是? 哪怕我賺錢的方式是 你們偶爾看一看廣告 或者願意去聽完整條片 他的賺錢能力都比我以前強很多 是不是? 所以小的想法和小的行動 只會導致到貧窮和缺乏成就感 我們要想就想些大的事 去做大的事 我們就可以擁有更多的金錢 和更加廣大的生命意義 作者建議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把我們的天賦寫下來 他所說的天賦就是 你很自然可以做得好的一件事 然後再認真地想想 你可以怎樣運用你這些天賦 運用這個天賦的哪一個方面 尤其是你怎樣運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去想想你怎樣幫你自己 在現有的工作或者事業所影響到的人裡面 再擴大十倍的人數 就好像我以前只面對三十人 我現在要想想怎樣面對到三百人 怎樣面對到三千人 三萬人 三十萬人 我們怎樣去幫這些人解決問題呢? 有什麼具體的方式 將它寫下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槓桿原理 好,第五條法則就是 有錢人專注於機會 窮人專注於障礙 作者的一本書裡面直接提醒我們 如果你想變得有錢 就要專注於賺錢、儲錢和投資裡面 你可以讀一千本關於成功的書 可以參加一百種關於成功的課程 但一切的精華都在一句說話裡面 就是記住你所專注的事物會擴大 行動永遠會比不行動要好 你走出去吧 走出去人家就會幫你開門 不要想幾二十年都未開始走出第一步 走第一步你就會走下去 有錢人一見到機會就好像 烏鷹烏屎那樣撲上去 所以他們會越來越有錢 而窮人他們還在準備著 準備著什麼時候才去食屎 作者建議我們的行動就是 我們想想自己有什麼 一直在計劃著的事情 一直在等待著的事情 由今天開始 由這一秒開始 馬上做 馬上就做 丟下手上所有的事情 現在就做 No excuse 現在就做 然後要練習樂觀 無論誰提出什麼問題或障礙 你都當成是一個機會 我一直發現自己有一個特質 就是 從來都不會有問題難倒我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個花名 叫做解決師 當然啦 不是用來迫別人的解決師 而是我真的 很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個就是其實我很有價值的一個地方 我之前一直都沒有意識到 這個是我的很核心的技能 我真的由心而發地不覺得 有一件事可以難倒我 只要我去做 我一定做得到 無論面前的困難 是什麼 遇到什麼困難 什麼難題 你就要解決它 解決到為止 一件事裡面 如果你可以解決到十個問題 我想你就來成功不遠 我之前也跟你說 我在做一件事裡面 我開一間網店 或者是去做這個頻道 也好 做我以前的其他的平台也好 我都遇到很多困難 很多人一開始的時候遇到幾個困難 就停下了 就放棄了 而我一直做到現在 現在為什麼我和你分享這件事 不是其他人呢? 因為那些人已經放棄了 我是留下來的那個人 我並沒有給你有多少的優勢 我絕對不是含著金鎖匙出生的人 又不是那些特別之優的人 又不是智商特別高的人 可能你覺得我是 當然我也覺得自己是 但我知道並不是 其實我和大家的智力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我可以做到? 你要有藉口說你做不到 我想不明白 阿里巴巴的爸爸馬爸爸 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 拿來去潤那些 死都不肯去行動的人 這句話就是 在晚刻的時候 你想到千千萬萬條路 但去到早上的時候 你就會走回原路 地產霸權 這個世界不公平 有錢人賺到盡 是的 的確是 那又怎樣? 那就是你不去做的原因 第六條法則就是 有錢人欣賞其他的有錢人和成功人士 窮人討厭有錢人和成功人士 這段說話的核心的關鍵 就是我們要去祝福一些我們想要的事物 我們可以很誠實地問一下自己 當我們見到一些所謂的有錢人 或者是富裕的人士 他們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的時候 你內心的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你想看他怎樣撲街 還是好像對待一個普通的人 覺得這件事很遺憾? 第一感覺很重要 你就可以快速檢視到自己究竟是 真人富貴厭人憑 還是你真的很豁達地去祝福所有的人 這張祝福不是說 送一隻紙紮公仔給別人的祝福 不是打祝福熱線的祝福 是你真是祝福的那種祝福 你明白我說什麼? 書裡面的作者提供了一個建議給我們 就說我們可以去寫一封信 或者是寫一份email 寫給一個在某一個領域裡面 非常之成功的人 尤其是我們比較認可的人 我們不一定要認識他 也不需要見過他 直接寫給他和他們說 你有多麼崇拜和尊敬他們的成就 當然做這件事是要出自真心的 不是做給自己看 在這個世界最傻的事就是欺騙自己 你永遠都欺騙不到你自己 誠實地面對自己 嘗試去做一些練習 看能否幫助自己 化解你和富裕的人 有錢的人 內心之間的那種心結和仇恨 第七條法則是 有錢的人會和積極的成功人士交往 窮人會和消極的人 或者不成功的人交往 其實作者強調他並沒有歧視的意思 但他提醒了一點很重要 如果你是想去賺大錢的 你就不可以去問一些賺不到大錢的人的意見 不可以去嘲諷有錢人 要將他們當成是你的偶像或者是模範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見到成哥、見到有錢人 如果他的保鏢不攔住你的話 你就不要掉頭走 你真的想辦法 看看可不可以和他聊一句話 認識一下他們 就算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也不需要說 哇!他們很特別 而應該跟自己說 如果他們做得到 我也可以 這樣的話 如果有這一天 你想去同一個千萬富翁握手的話 你就可以去摸一下自己的手 作者有什麼建議呢? 他就說這件事封劍尤人的 如果你說去不起高級的會所 或者他沒辦法去打網球 打Golf 那就不要緊的 也可以去圖書館那裡 借兩本名人傳記 來看看他們 究竟他們的生平是怎樣的 嘗試在傳記裡面 找到他們的思考方式 然後模仿他們 如果你真的有什麼條件的話 那就去打Golf 說不定就真的撞到成哥 在附近榴槤了 可能還要在榴槤的過程中吃榴槤 第八條就是有錢人樂意宣傳自己和自己的價值觀 窮人會將銷售和宣傳當成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這本書就說有錢人通常都是一個很出色的銷售 他們願意很有熱情去推銷他們的產品 他們的服務和他們的創意 而且還懂得用一些很有吸引力的方式去包裝自己 經過了幾年的思想改造之後 我其實都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每天都在輸出我的價值觀 我不厭其煩地在大家面前 炫耀我下午三點去游泳的這些生活 每天的節目都繞個圈來讚自己 我哪會害羞的這件事 我完全不介意去說這些事情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想起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一些同學他們如果是學到一些很聰明的方程式 或者是一些可以快速地去學到一件事的知識 他們是會收起來不告訴別人 因為他們很怕教識別人之後 別人就會超越他 但我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很喜歡分享自己學到的東西 因為我根本不介意覆制你拿去用 有什麼問題 你抄得我多少次 你抄完我今次 我明天又有新的計劃 你那條計劃我不用的了 給你了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怎會介意跟你去分享 我自己有的東西 修修埋埋其實都是一種匱乏的動力 慷慨大方 它應該是源自於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 以及我們自然的流露 書裡有一句說話很觸動到我 它就說 領導者所賺的錢 遠遠要比跟隨著他的人要多 除非今天是我抄襲你的東西 如果不是 我根本上就不會擔心 教識徒弟餓死師傅 如果教識了徒弟 師傅會餓死的話 只可以證明 這個師傅沒有什麼創造力 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我們提供的知識可以幫助其他人的話 我們就有責任 令到更加多的人知道這件事 而當我們做到這件事的話 我們就不單可以幫助其他人 還可以賺到錢 所以問一下自己 現在你對其他人的價值是什麼呢? 你輸出了什麼價值給其他人呢? 如果你是想賺錢的話 你真的要問一下自己這個問題 如果你對其他人沒有辦法產生價值 你憑什麼在別人身上賺到錢? 我現在是在做我自己也挺喜歡做的事情 我在分享我分享的東西 而同一時間這件事又賺到錢 我很開心 為什麼會有人喜歡聽呢? 不要說喜歡聽 為什麼會有人聽呢? 因為其實這堆東西裡面 我說的這堆內容是有價值的 不是只為娛樂只為吹水 所以為什麼我慢慢把我自己 犯娛樂的方向 轉去知識類的方向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 誰不知道說鬼鼓 說這些靈異事情 說愛聲人多人聽 但我想不到鬼鼓這件事 它可以輸出的價值在哪裡 難道我翌日賣通靈版嗎? 大佬 和你看風水嗎? 我又不懂的 你明白嗎? 我搞不定的 這件事根本上不是我擅長的東西 所以我慢慢開始放棄了這個方向 你看我現在都不說鬼鼓 為什麼鬼呢? 以前我還要摘個梁神吉野 在早上日頭最光的時候說鬼鼓 現在 唉 我怕它見不到我 我是只隻鬼 我怕它見不到我 什麼鬼? 窮鬼 第九條就是 有錢人大於他們的問題 窮人少於他們的問題 其實這條原則跟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會遇到困難 我們會迎難而上 是一樣的 這個特質是很重要的特質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它的技術壁壘 這些技術壁壘不見得難到 你永遠都解決不了 可能是會是一些很繁複的步驟 或者是要做很多步才可以達成的東西 但它是一定有辦法做到 因為人家都做到 你沒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們看回普通的人 他們是怎樣處理 哎呦好難啊 搞不定啊 做不到啊 註冊不到啊 用不到去檢查GPT 沒有你那麼聰明啊 不懂得開頻道啊 口才不好啊 書裡面的作者有句話 我覺得很適合給這些人聽 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只可以說明一件事 就是你很小顆 很小顆真的太客氣了 如果我們可以變成一個處理問題 和克服障礙的大師 那我們還有些什麼東西 可以阻礙到我們成功呢 你想一下 真的沒有的 什麼擋住我啊 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是一個無敵的狀態的時候 那我們的人生可以擁有什麼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全部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真的不是雞湯來的 神經病啊 我這些人都不可以成功啊 那我應該怪誰呢 我又不會說天無眼 因為我也不相信天有眼 我只可以說 如果我這樣也不成功的話 應該是我自己的問題 是的 是我自己的問題 OK 第十點就是 有錢的人是很厲害的接收者 窮人是很差的接收者 書裡面有一句說話說 如果你說你有價值 那你就有價值 如果你說你沒有價值 那你就沒有了 然後你就會按照你的故事版本而活 這個原則其實是說我們的愧乎感 我們有時候覺得自己不配得到要得到的東西 例如說這本書的作者批判一句說話 就是所謂的 師比壽更有福 傻的媽 憑什麼我們撕寫出去的東西 會比我們接受的同樣價值的東西 同樣類型的東西更加有福 這個說運應該改成 如果師有福的話 那你的壽也有福 只要出現一個給予者 那就一定會有接收者 而每一個接收者對面都是一個給予者 金錢只會令到我們現在的自己更加擴大 不會令到我們越吸予越狹窄 我們不需要羞愧別人贈予給我們的東西 賜予給我們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獲得幸福的權利 我們可以享受生活的權利 不需要覺得羞愧 我們只需要由衷地向對方 又或者是向這個宇宙說一聲麻煩就可以了 所以作者建議我們 要去練習成為一個很厲害的接收者 但凡有人讚美你 你只需要對方說多謝就可以了 我們很多時候 人家送了東西給我們 或者人家讚了我們一句 我們都逼不及待地去讚對方 作者就說其實都沒有什麼不對的 但這種做法 是相當於把這種祝福 把這種愧疹折射給人家 即是叫我回禮 即是人家過年的時候 親戚朋友 拿兩袋東西去你家 你又給人家一袋 我們其實不需要 我們就單純接收 和說多謝就可以了 又或者如果有任何人 給了一筆錢你 或者你賺了一筆錢 那你就應該大聲地說 我是一塊金錢的磁石 總之收到任何額外的收入 都應該這樣說 還有一點就是多點去疼自己 有空就去摸一下自己的身體 幫自己按摩一下 收一下指甲 好好地去擦一下腳 有時帶自己去吃些好東西 或是住一些比較好的地方 玩一下、享享 這些練習都可以幫助我們自己 成為一個更加好的接收者 第十一條就是有錢人選擇 根據結果去拿取酬勞 窮人選擇根據時間去拿取酬勞 喬寫說擁有穩定的人工 並沒有什麼不對 除非它阻礙了你用自己的能力 去賺取你值得的金錢 不過通常穩定的人工 這個概念 本身就會阻礙你獲得更加多的金錢 你永遠都不要為你的收入設定上限 如果我們永遠就是去幫人打工 等月尾出糧 我們永遠都不會有錢 如果沒有辦法 你就是要去找份工的話 你也要去找那些 會按照百分比去支付薪酬給你的工作 要不然就自己做到小 第十二條原則 有錢人會在想怎樣兩樣都要完 而窮人就在想怎樣二選一 當你面臨要選擇的時候 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怎樣才可以要另外的東西 然後想辦法去做到這件事 第十三條 有錢人專注於自己的正值 而窮人專注於自己的工作收入 什麼是所謂的正值呢? 就是要專注我們的收入 增加我們的存款 增加我們的投資獲利 並且由簡化的生活方式 來降低生活上的開支 我們可以通過自己 或是請一個優秀的理財師 去規劃一下自己的財務狀況 第十四點 有錢人好色管理他們的錢 而窮人好色搞不見他們的錢 管理金錢的習慣 比我們擁有的錢財的數目更加之重要 即是建議我們從今天開始 將我們的收入傳入六個戶口裏面 就算你只有10元都要這樣做 將收入的10%放落 令到你財務自由的銀行戶口 這一筆錢是讓你拿來投資 又或者以後你退休的時候要用的 再開一個拿來換下的戶口 也都將你收入的10%放下去 你想玩就只可以在這個戶口裏面拿錢去玩 再將你收入的10%放入一個長期儲蓄戶口裏 又將收入的10%放入一個教育戶口裏 再將10%放入付出戶口 付出戶口就是可能以被一些不時之需所使用的 還有剩下的50%放入需求戶口 需求戶口應該就是用來應付你日常開支的戶口 作者用一句說話總結了這件事 如果不是你控制那些錢的話 那就是那些錢控制你了 如果你想控制金錢 那就必須要學會去管理它 第15條就是有錢人會令錢幫他們辛苦地工作 而窮人就會辛苦地工作賺錢 雖然你看到我現在每天都很辛苦地用我的時間去錄我的節目 但你要知道其實每一期的節目 我只要錄了它出來 它就一直在幫我賺錢 無論這個金額有多少也好 這件事是不斷地進行 隨著我的這個影片的數量不斷地增加 我訂閱的數量越來越高 這些影片的賺錢能力也會越來越高 日積越累之下 它們都會變成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但如果這個頻道上了軌道或者有一定的規模 那我就可以請人幫我去找資料 請人幫我寫稿或者做一些後期的製作 那我就純粹可能有空露一下面 講一下自己的意見 這樣就可以了 那慢慢就開始會有人幫我工作了 錢就開始幫我工作了 是不是? 這本書裡面說了兩句說話 我覺得都說得挺好的 它說有錢的人會把每一元都視為種子 將它們種到地上之後 就可以賺多一百元 然後再將賺到的一百元 作為種子種到地上 就可以回收一千元 而窮人就很努力地工作 然後又很努力地花光自己的錢 令到他們必須繼續永遠地努力工作 而有錢人努力工作 他們會儲蓄 然後將錢拿來投資 讓他們以後永遠都不需要再工作 作者建議我們 就算現在打工都不要緊 我們一定要慢慢開始開發自己的被動收入 將我們的主動收入的比例慢慢降低 最後用被動收入取代我們的主動收入 不要問我有什麼可以為你賺取被動收入 我現在在做的事就是在做這件事 你是有心的就已經在做了 如果你沒有心的話 我說十次都是沒用的 不過當然不是只能做自媒體 才是可以賺到被動收入的 很多人做自媒體都不是在賺被動收入的 你都要考慮清楚這個問題 這件事合不合你 或者這件事有沒有你預期之中那麼好 說不定你身邊還有更好的資源 我們看第十六條 有此人就算恐懼也會採取行動 窮人就會因為恐懼而擋住他們的行動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經常都說的一句說話就是 除了死之外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 這句說話我真的不只是說說 你其實如果聽開我這麼多期的節目 你就知道我一直都在做這件事 當你可以接受人總有一死這件事 你不將你的期望放在下一世 放在要去什麼所謂的極樂世界上天堂 你就接受你人總有一死 說不定明天我就死了 當你看開了這件事 這個世界不會再有東西難得住你 所以你不要說參透生死這件事不重要 你參得透它已經贏了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肯定我贏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神經病 我這樣都不贏 難道是你嗎 是不是 又是這一句 我真的不是跟你開玩笑 是真的 所以我有些什麼做不出呢 你覺得我有些什麼做不到呢 書裡面說了一句說話就是 如果你只是願意去做輕鬆的事情 那麼你的人生就會困難重重 但是如果你願意去做困難的事情 那麼你的人生就會變得越來越輕鬆 你只是在一種情況下是真正成長的 那個moment就是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來到最後一條 有錢人持續學習成長 窮人認為他們已經知道一切 這句說話真的很毒 真是蠅中很多人的死穴 每一個事業成功的人 他一定都是一個意志很堅強的人 所以我不會輕易去畫一個 事業有成的人是垃圾 他一定有一些他的個人之處 給我優勝 所以他才會有今時今日這樣的成就 如果你覺得財富裡的書 你已經不需要看 投資理財的知識你不需要看 看書就是看目錄 看條片就是看三十秒 就以為自己已經了解了本書裡的精髓 我覺得你可能來財富這件事還有好緣 我明不是每一本書都要照單純收 但我們不能否認有時承認自己是無知的 或者是還需要學習的 都是一個成功的關鍵 以上就是本集所有的內容 如果你覺得今集的資訊可以幫到你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和share這條片 按下小鈴鐺 加入會員頻道 或者使用超級感謝 贊助一下我的製作 我是陳老師 我們講金不講心 如果你聽到最後的話 有時間幫忙在搜尋欄那裡輸入 陳老師大話歷史 我需要你們的幫忙 我希望我的subscribe數可以馬上去到1000 麻煩大家 再見